老师我想要请你 你刚才不是贴了一个直播网址给我们吗 但是我贴上去之后 你可以分享你贴上去之后看到的样子吗 可以啊可是我现在已经停止直播了 所以那个网址现在已经看不到 对那个网址应该影片已经看不到了 好现在我在用我的再试 就是你你这边停止直播之后 那个影片就会不见了 就会看不到了 即便我把它贴在网址列也没有用了 没有用没有用 因为我已经停止直播了 那所以但是你直播的档案 你直播的档案它会存在你自己的 就是我会存在我直播嘛 所以它会存在我的那个YouTube的影片 影片连结里面 嗯 我看一下 我看这边能不能看得到 就是你直播过啊 你的那个 你的直播的选项 看一下应该是在 我的工作室 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里面 然后 管理影片 好直播啊 在你那个管理影片的直播影片里面 你它会顺便帮你录起来 在在我直播就会存在我的帐号 那所以如果你之后这个影片 要再拿去给别人看 事实上这边还是有连结可以可以丢的 好 这是直播的部分 对啊所以通常是他如果停掉直播了 过了几秒钟之后你们那边的直播就看不到 好 所以要在他有直播的时候你去看 对 好 还有帐号那边点了之后 一个叫你的频道一个叫YouTube工作室 这两个很像 你的频道是对外的 别人看到你的内容长相 那工作室是你自己要编辑影片要整理东西的 哦 所以你的频道就是可以让我来看说观众看到我 对对 你们看到我的频道的长相应该是这样 哦 啊对啊 我的工作室是针对我自己的影片 我的清单我要去做一些编辑的一个内容 对 所以这一个是对外一个是对自己的 对 老师还有就是你说我们资料给 假设说在一个工作计划当中 那给人家这个YouTube的网影片 跟给一个我存在我的云端硬碟的影片网址 那样子给不是也可以吗 为什么都还要转换成YouTube影片才给 好 你的云端硬碟是不是有容量限制 哦 你能放几片 对不对 现在学校的Google都有限制了嘛 对不对 所以你一定放不了很多 但是YouTube放影片不占你的容量 哦 等于在YouTube那边的空间 对它是免费空间不占容量 所以你就通通把它往上传就对了 哦好 这是最大的好处啦 那而且你挂在YouTube以后 不管是谁要分享都很方便 好啊 那个你如果挂在自己的云端硬碟 就每次 人家跟你要哪一个影片 你就还要去找连结给他 就比较麻烦又不能搜寻 对不对 你挂YouTube是可以对外 然后人家可以直接搜寻到你的影片 对 搜寻对 的确这个补 谢谢阿姨 对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最后一个步骤啦 我把那个 问卷贴给各位 云端硬碟 剪辑 好 传送 连结 缩短文字 好我把它贴在那个各位的讯息列 那我们一样抽两个袋子 两个我亲手做的那个 那个袋子 有各种长相 挑哪一个我不知道 就是到时候如果抽到你 我会公布在我的脸书啦 如果到时候抽到你 我再问你你要哪一个 一个是 一个是这个 不管未来怎么样三项的最重要的能力 然后那个多元智慧 然后各位有看到我的画面 然后这个是坚持创造 运算思维 然后还有嘲讽时事的 没有这个是新制图 坚持思考 还有那个坚持复制 那个不好意思拿给大家看一下 坚持复制 Ctrl A Ctrl C Ctrl V 87分项 这个Ctrl C Ctrl V 的设计 坚持拷贝 谢谢 好 那就我们就到时候 抽到你的名字 我再跟你联系 好 那就请 我刚贴了 还没贴 好 问卷出来了 请各位就帮我填一下吧 麻烦各位 那填好就我们就可以下课了 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 那下礼拜六是新制图的进阶 那这个新制图的进阶呢 会让你开天眼 让你直接进到不同的层次 会 就是让你个人升华到不同的层次 不管是在教学生活工作都很有用 然后礼拜天就是那个Canva Canva的用途 Canva怎么用 我是讲实战 我不像外面 把工具讲的东西 我会跟你讲我什么状况 然后怎么用 最简单的用法这样 然后一些好用的很强的功能 顺便跟各位介绍 然后会带一个那个 线上出版 线上出版的网站 让各位进去里面实际做一下 那如果你真的想要 比如说我们做那个 刚刚那个带子有没有 那个带子 一般我们是在像各县市有科技教育中心 他们会有设备有热转印 有那个直喷机 他可以直接印对不对 但是一般人没有 那一般人没有怎么办 很简单你只要准备好你的涂胆 在云端 现在有云端出版 你就把图档 你就进那个网站 把你想要做什么 比如说马克杯 你要做衣服 你要做带子 要做阅历 就把它选好 然后把你的图上传 然后你在付钱 信用卡付钱 过没几天 他就把东西寄给你了 然后最后呢 最后我们会讲一下 那个一般的相量图的部分 怎么去处理 那这个是非常常用的 就是如果你是未来 包括你要做那些创客的东西 带子来衣服什么 你一定会处理到一些图片 那我只讲我们最常用到的最简单的功能 包括小朋友的手画的图 怎么样变成像样的图档 完全不需要 那个任何艺术的造诣 完全不需要什么电脑的技术 要很强 不用 就是很简单的部分 我把他们那个软体最强的功能 来跟各位用最简单的方式做说明 那我想这样子整个 整个各位这四天如果都有上 应该科技运用的能力 会是非常的棒 而且日常生活中全部都可以用得到 然后再来就是你的那个 在学校教学生新制度 那个让他学习成长 很快会变学霸 然后你自己用呢 用在你的生活用在你的工作 甚至用在你的心灵的提升 用在你的眼睛会变得很利 你一看到那个事情 就知道那个事情的到底核心在哪里 然后你就会可以想出一些对应的策略 那这个都是非常生活有用的 好感谢各位今日的上课 非常感谢大家 好感谢大家 老师我还想请教你一个问题 请说 就是 刚才那个私人 就是那个权限啊 有一个是 比如说我设了A的信箱 他才看得到我 对 那如果他把我的那个网址 传给B 但是B不在我设的那个信箱里面 他就不能看 所以那个是最安全的 不会流传完整的 对 对 对 那我懂两个的差别了 嗯 谢谢 不会 直播连接OBS的目的 是这样子 如果你想做进阶处理 那如果你只是说比如说你手机要照了就要直播 那这个其实可以不用连接OBS 好 你就直接脸书直接开直播那最简单 好 那但是呢 如果你需要做一些其他的处理 比如说你要挂文字 挂这是什么节目 那你要放那个娘家B基金的标志 好 挂那个什么你这是什么辅导团的logo 那你就会需要一些叠加字幕 或者说你一个画面里面要有两三个以上 的来源 或者你有两三个来源你是要随时切换的 比如说两个场地的比赛 你要一下子看到A场地 然后三秒钟之后看到B场地 要做切换甚至要整合 那这个时候就会需要OBS 大概是这样就是进一步的处理 就会需要OBS 好 那如果不需要 你就其实就是脸书或YouTube直播就好了 差别在这边 那OBS是目前就是自由软体里面对这个直播录影最强的 目前是最强的 那很多很多卖这些直播设备的厂商 他们都直接拿OBS来当做他们的软体 他就不用再去开发一个新的那个直播软体 所以你学的OBS基本上市面上八层的设备都会用 好大概是这样子 那个今天的影片我有用那个 MIT的录影有录 有录那我会通常会录完之后会经过剪辑 我才会放出来 所以你可能要等一下 可能等一两个礼拜 因为这两个礼拜每天 礼拜六日都要上课 所以要看时间 好 那如果你是要那个录出来的原始档 就是这个MIT录出来的原始档 不经过任何剪辑加工的 那就是等那个今天这个MIT 结束之后 它会转档存在我的云端硬碟 我再给你连结 你事后在LINE 在那个脸书上面敲我 或是其他方式联系我 我就直接把影片的连结给你 你就直接看原始档 这样也可以 老师我想请你看一下我贴的连结 就是那是我们学校买的食物投影机 但那是不是比较阳春款的 对这个是很阳春的版本 因为我感觉不是很好用 然后我反正我反应的时候 学校就会说 但已经有买食物投影机了 不会再买新的食物投影机 好吧 这就是厂商命名错误 他不要把它叫食物投影机 这个他叫食物投影机 跟那个你们学校跟厂商 卖的那种两三万四五六万的 都是同一个名字叫食物投影机 事实上他就是 一个万用的携带型的行动的 这个webcam 那所以 我给你介绍的那个会比较好 比较四开那个会比较好 对这个是比较建议的 就是如果你喜欢那个美美的造型 你就买解答那一台 如果你是像我们这种功能实用为主的 我是买这一台 这一台是早期的版本 他还没有到4K解析度 那现在买的都是4K解析度 这个是比较进阶的版本 他解析度比较高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自动对焦 还有其他的功能 那你这一台就是解析度比较低而已 其他的功能 因为他是在软体上有很多功能 所以应该都是可以用 对 但我觉得我们这一台 他那个视角 视野比较没有那么大 对啊对啊 所以你要把它拉远一点 把它变高一点拉远一点 因为他那个头就有点射线 不像V4K这个 他是可以这样子 对转动的角度会有差 对 好谢谢 你就只能手动的方式 想办法给他换角度 好谢谢 好爱